孙颖莎和爸爸孙东明长得简直一模一样 孙东明河北恒水人 她不仅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孙颖莎的父亲 还是一名优秀的税务公务员 众所周知 莎莎被父母教育得非常好 是个知恩图报的孩子 看到孙颖莎一家的三口的温馨合照时 就明白了孙颖莎的父母 长相均是善良温柔 朴实无华的人 孙颖莎的妈妈看起来气质非常好 很温柔 喜欢穿宽松的碎花裙 整个人洋溢着东方女性的婉约美 由大家闺秀的气质 一家人都是笑脸迎人 看着很是亲切 莎莎肉肉的脸显得非常可爱 看到孙颖莎父亲的照片之后 不得不说 父亲的基因太强大了吧 小莎与父亲可以说是长得一模一样 两人仿佛共用一张脸一般 孙颖莎与母亲俩人站在一起 两人形同姐妹花 母亲看起来一点也不像这个年纪的相貌 说到姐妹花 其中体育界中还有一对母女 也如同姐妹一般 两人都长得十分漂亮 这对母女俩便是中国女排主公手张长宁 与母亲江秋涵 张长宁作为女排当中公认的第一美女 她的母亲江秋涵年轻时更加漂亮 张长宁经常在社交平台晒出与母亲的合照 大家都称赞两人为姐妹 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母女 母亲江秋涵保养得非常好 脸上几乎看不到任何皱纹